先回打电话说 你们一直在一起 这怎么回事啊 花 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 我也就不满你了 我爱向辉 我爱他 我爱得比你早 比你深 比你彻底 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呢 什么时候 舒尔 爸 在我知道 自己怀孕之前 甚至 在我失去酒店的工作之前 甚至更早 在我傻傻地认为 你跟向辉 是我这个世界上 最爱的人的时候 是的 我们很早就在一起了 你真是我的好闺蜜 这一巴掌我等很久了 现在我也坦然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对于向辉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童话 你是我最好的闺蜜 你怎么忍心 你明致了我 回来向辉的孩子了 你怎么忍心我告诉他啊 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啊 你知道我和向辉是怎么在一起了 那得多感谢你哥毛西里 是他收了我的钱制造了这一切 你 我可能 我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怎么哄啊 都这样了 我还有必要骗你吗 你可以亲口去问问他 他是怎么配合我 去拆载你和向辉的 许向辉真的不属于你 即使你们先在一起了又怎么样 你们迟早会分开的 因为老天爷知道 最爱相会的人是我 童话 最爱相会的人是你童话 对对对是童话 老爷爷知道 最爱相会的人是你的童话 我最好的朋友 童话 童话 你听好了 从前赶快去 我们俩的关系 一刀两断 可以 哪一刀三断 老爷爷 不得生了 什么呀 这事 看看吧 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鸭鸭跟刘凯离婚了 这不是明拐着的事吗 都愿你当初 为什么非不让相辉和鸭鸭在一起呀 要不然鸭鸭能像今天这样为难吗 那我也是希望她嫁个有钱人 我有什么错啊 鸭鸭嫁不嫁有钱人 跟你有什么关系 鸭鸭嫁不嫁谁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你管那么多事干吗 你就管好你自己 早点给我生一个孙子 鸭鸭你怎么了 毛歇林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童话跟夏辉在一起了 童话跟夏辉在一起的事情 是不是你知道的 你可是我清歌呀 你还不恙 你不得不恙 童话跟夏辉在一起 童话跟夏辉在一起 你还不恙 童话跟夏辉在一起 童话和夏辉在一起 然后是你一手之造的 你滑